山谷中 遗迹外 所有人都在等着石语出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人影终于显现 随着熟悉的人影出现 不少人屏住呼吸 这么多人啊 这道新出现的人影最先开口 这个人 毫无疑问就是石语了 他是又研究了一下那个可以控制遗迹的石珠才出来的 他弄清楚了 其实这个石珠才是遗迹的本体 它就类似一个空间装备一样 里面是巨大的遗迹空间 这个遗迹还挺特殊的 明明之前出现的冰原 雪山环境挺多 但是里面真实情况其实空旷 荒芜一片 本质并不是一个冰系空间 而是一个可塑性极高的普通空间 他们进入者看到的一切 应该都是那个气灵贝壳用幻影具现化出来的 不过 那一堆冰系能量结晶和空灵石倒是是真的 毕竟 如果没有这些 那个气灵贝壳恐怕也无法这么轻松支撑上百人攻略遗迹 石语 你通过了第六关了 石语出来后 老冯看着他脚下消失的召唤图阵 紧张问 不负众望 石语点了点头 他话落 和团长瞬间大喊 全都有 给我该干嘛干嘛去 别都在这里围着了 滚回自己的营地 他一嗓子 直接吓了周围的间隙御寿师一跳 很明显 接下来不适合有太多闲杂人等了 片刻后 石语被冯会长和团长热情邀请到了作战中心 这里就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 冯会长笑容满面地看着石语 完全没想到石语这么给力 这下子 其他曲线的御寿师协会 肯定该傻眼了 怎么样 根本不给你们挑战的机会 这边直接破解遗迹 石语 你通过第六关后 是不是获得了类似遗迹核心 可以控制整个遗迹的东西 根据刚才的变故 两人得出了这个结论 冯会长期待地问 遗迹内的其他资源全部归你 不过这个遗迹本身 可能不行 遗迹内最有价值的还是遗迹本身 毕竟前身是传奇级的预售空间 开发之后 无论是培养宠兽 灵职都是顶级的装备 一个遗迹的价值 丝毫不逊色纳储进化圣权 甚至更高 这个我知道 石语点了点头 这也是所有人进入遗迹前 签的契约中提前说好的 破解遗迹后 遗迹内所得的东西 归探索者所有 但是遗迹本身不属于其中 甚至这个遗迹的归属权 都不是平成御寿师协会的 这个国家的相关法律 其实和史语之前所在的国家差不多 国境内出土的遗迹 其所有权都属于国家 除非是祖先传下来的 才能归属于个人 不过 虽然归属于国家 但是作为平成出土 平成御寿师破解的遗迹 平成还是有优先使用开发权的 等国家派来专属人员调查好遗迹 确认了遗迹代表的历史信息后 如果这个遗迹没有其他价值 不需要上交 其实和归平成协会也没什么区别 这也是冯会长希望平成内有人可破解遗迹的原因 有了遗迹空间开发权后 如果拿这个来种田 平成估计能收获一大批高级资源 用来培育新人 宠兽效果肯定也是一等一的好 平成即将迎来迅速发展阶段 是不是指这个 十语拿出十诛 此时看到这个十诛 冯会长和和团长眼都亮了 就是这个 接下来这个可能需要先交给考古协会进行研究 老和道 老冯 你来通知上边 说不定这帮家伙真能调查出点什么 要是能查出寿潮真相就好了 和团长看向冯会长道 赶紧让那群考古学家研究完 早研究早省事 研究出东西来是好事 研究不出来也是好事 行 我通知上面派人来研究 冯会长点头 其实不用通知了 十语笑呵呵收好十诛道 这个就先在我手里放着吧 等我研究完 用不上之后 再给平成 两人 十语话落 冯会长和和团长看向十语 哈 十语是疯了吗 这种遗迹 就算是平成协会 都不敢客扣 得等着国家分配 十语难道以为自己破解了遗迹 就可以获得遗迹所有权了吗 这 冯会长刚要解释事情的严重性 十语翻出了自己的证件 哎 这张破证件 可能也就这个时候有用了 证件翻开第一页 上面是十语帅气的头像 以及他的身份证明 国土 以及战略调查与后援保障局 预备成员 十语 证件最下方 还有谁也无法卫造的 东皇谷国预售师协会总部最高负责人 盖章 按照规定 我拥有高于考古协会的对出土 遗迹的调查权 我目前还有其他任务 可能用得上这个遗迹珠 所以目前这个东西就在我这里放着吧 接下来探索冰龙遗迹 还用得着这个东西 十语打算放自己手上研究一段时间再说 他攻略遗迹之前询问过陆清一了 十一局的权力比十语想象中的要大 陆清一表示 如果十语能攻略遗迹 直接把十一局证件给冯会长看就好了 冯会长这个人 是十年前受潮时强势崛起的 救了无数人性命 一直和和团长等人奋斗在寿潮第一线掩护民众撤退 虽然实力不强 但人品没得说 等以后十语想调查冰龙遗迹 也可以找逢会长和和团长当自己的保镖 两人身份清白 这些年来 一直还在想从根源上解决寿潮 还原冰原是历史真相 总之到时候 出示十一局证件后 这个遗迹就是十语的了 用到什么时候都行 什么时候不用了 再随便十语处理 当时问完这个消息 十语才暗探没白加入这什么十一局 有官方合法身份就是爽 如果见习阶段就能手持这样的遗迹空间 好处可想而知 可以快速辅助它成长起来 陆清一也是这个意思 让十语先合理运用这个遗迹 草一种植物 此时 冯会长和和团长还有些发愣 他们看着十语放在桌子上的证件 脑袋晕眩 虽然对国土遗迹战略调查 与后援保障局根本不了解多少 但是 看到那个大大的盖章 以及下方十一局的代号后 两人愣住了 在东黄谷国有十三个特殊组织分别代表各个领域集结了此领域最精锐的一批人分别用第一局到第十三局称呼直接负责于预售师协会总部最高负责人权力极大 虽然不认识那一串又臭又长的名字 但是看到十一局的标志以及那个盖章 冯会长和和团长微微张开了嘴巴 尤其是冯会长 匪夷所思的看向十语 十语这个家伙 原来是十一局的人 他想起了之前十语对自己的评价 一个兴趣使然 喜欢考古的预售师罢了 卧曹原来喜欢考古的意思是自己就是考古学家 这一刻冯会长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十语破解这个遗迹如此迅速 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之前默默无名的十语忽然崛起的这么快速 如果十语被这样的组织吸纳了进去 他的起步肯定完全不是平成乃至冰原式的同期预售师能比的 我就知道你小子来历不简单 看着证件 冯会长呆愣愣的道 这个遗迹可能跟雪山上冰龙遗迹有关 是解决受潮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想先研究一阵子 当然没问题 冯会长重重点头 和团长今后也道 如果能从根本解决受潮的确是好事 难道你已经调查出来什么了吗 看到十语确信这个遗迹肯定与寿潮甚至冰龙遗迹有关 冯会长问 十语拿回正见 点了点头道 遗迹的第六关 是一头冰龙 啥 十语话落 两人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的看着十语 怀疑自己耳朵听没听错 就是一头觉醒十级的冰龙幻影而已 也没那么可怕 两人微微张大嘴巴 信尼格鬼 如果是冰龙 种族等级最低也有君王级 甚至可能是霸主 这样的种族值 哪怕成长等级比较低 只是十级 虐杀超凡级生物恐怕也不难 十语的石铁兽能战胜同级的龙 那这岂不是代表 十语的石铁兽已经有了竞争最强生物的入门资格 虽然两人知道十语之前竞争进化圣权时的战机 但是此时 还是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看向十语 战胜同级的龙 这是一般御兽师想都不敢想的 号称御兽师中最强分支的巡龙者 培养的也多是亚龙种而已 龙的形象 还是很无敌的 不过 一想到十语十一局的身份 他们也只能接受十语这个实力的离谱度了 毕竟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对十语进行了怎么样的培养 既然如此 一击珠就在你这里放着吧 不过 对外的消息 可能需要变通一下 冯会长沉默了下后 道 十语虽然身份强大 但实力太弱了 这样的宝物放在十语手中 万一引来觊觎就不好了 所以 对外自然不能称一击珠在十语手中 这一点就拜托冯会长了 好 冯会长苦笑 十语可真是给了他一个大难题 但是这样看来 十语比他想象中的 可能还更具潜力 之前的投资 算是投资对了 咱果然是会演示珠.jpg 有了十语坐镇平成 这个遗迹 可能只是开始 接下来整个冰原是上千年没能破解的冰龙遗迹 说不定日后也能被十语破解 那个遗迹隐藏的真相 才是对冰原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 十语被冯会长护送回了住处 这个过程 十语也通知了下路清一自己的任务进度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额外奖励 之后 他开始拿着遗迹珠 总结起来这次的收获 目前 在遗迹珠内 还有1000多块一级冰系能量结晶 300多块二级冰系能量结晶 除此之外 还有45块空灵石 这些资源如果换算成钱 能量结晶还好说 要是算上空灵石 上亿可能都不止 一夜暴富 说的就是这个了 不过最大的收获 可能还是虚实幻影技能 以及冰龙虚 以及这个遗迹本身 虚实幻影确定了青年虫的培养路线 冰龙虚或许可以用来强化青年虫的虫丝 来增加下青年虫的潜力 龙虚是这个世界上最强韧 锋利的线 和虫丝线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时宇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取出龙虚里的精粹力量 然后就是最后的遗迹本身了 除了可能是破解冰龙遗迹的关键钥匙 其实还相当于一个空间装备 而且是可以装活物的空间装备 并且里面的成长环境 虽然已经经历了时间的冲刷 大大下降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低级宠兽和灵职来说 依然是圣地 平成御寿师协会应该是想拿遗迹来种田 这样借助遗迹的环境 就能快速培养出许多高品质灵职了 有了足够的资源 也就能发展城市的经济和御寿领域了 这个思路其实不错 或许自己也可以随便拿这个遗迹来种下田 到时候随身携带种田空间 再让一只植物宠兽在里面做园丁照顾灵职 以后的培育资源 食物 补品 是不是就可以随手救取了 看来 还是得契约一只植物系宠兽叫植物掌控啊 种田大法好啊 何况现在有现成的土地 有空灵石的话 它的预售空间应该可以很快达到二级甚至三级 契约第二级 第三级宠兽对于自己或许不是非常遥远 说不定一年之内就可以达到标准 又或许可以重复目前对青年虫的培育模式 先不契约新宠兽就这样外边照顾着 用心灵感应沟通 等它等级到了 双方感情到位了 再契约也不迟 这样也算给了自己和新宠兽一个磨合棋 史语连忙给路美女补发了一条信息 还记得上次说的宠兽幼崽吗 有没有那种种族等级很高 成长等级不高 性格温顺听话 会种田是职业园丁的植物类宠兽幼崽